MING DELIA 嗨 大家 我是Delia 今天我又来到了南投的深山 南投的山真的生態超棒的 那眼前這個是台灣特有的台灣夜藍 是不是超漂亮的 那不知道今天能看到什麼呢 這是大梅文 天啊 大梅文天蠶 今年第二隻 超開心 好像聽說 比較新鮮的 鵝都很 很容易就是把翅膀這樣子 豎起來 就不會攤平 所以就很難拍 跟我去年那隻一樣 超漂亮 不過它又 又不把翅膀打開一點了 實在是很難拍 今天又遇到了 全台灣最稀有的 大梅文天蠶 特有種的 而且是台灣的中海拔 才會見到的 超稀有的天蠶 超漂亮 而且這次又是一隻全新的 真的是美到不行 超誇張 我這次已經沒有就是 嚇到腿軟了 但是 還是非常的開心 非常驚訝 我居然又遇到 今年的第二隻了 然後去年有遇到 今年有遇到 所以就是 大梅文天蠶的第三隻了 然後今年還是 目前還是沒有 把石草破解 所以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破解呢 真的是一隻 又神秘又漂亮又特別的 特有種天蠶 天哪 又是牧師潘西爾協 這隻好像是公仔耶 這隻好漂亮 不要跑走 不要跑走 超漂亮的 他剛剛 我們在抓蝴蝶 然後他就直接 掉到我朋友的前面 的一個草坡上面 他現在已經逃到五路看了 他現在已經逃到五路看了 所以我們 而且他應該也慢慢放收下來 這超漂亮的 他那個綠色真的是 是什麼 有點螢光的綠色 超漂亮 再多拍一點 天哪 會不會運氣太好了 這是一隻公的牧師潘西爾 我上個禮拜 沒有上上禮拜 看到那隻是母的 這隻居然可以看到公的 公的特別漂亮 特別綠 超漂亮的 是台灣兩種最漂亮的潘西的其中一種 它跟呂式潘西都非常漂亮 不過這隻分布在 比較中南部的山區 中海拔山區 然後 呂式潘西的話 就分布在 宜蘭那邊 所以 對我來說 比較困難見到 這隻在中南部的 中海拔山區 才會見到 是一隻寶玉淚 超漂亮的 這隻 怎麼可以這麼美 這隻是 台灣我最喜歡的 蜥蜴了 剛剛蠻有緣的 這次見到第三次了 希望不要再 跑到馬路上了 因為這 已經看到 一隻 上次已經看到一隻被鹿殺了 現在畫面中看到的是 我上上禮拜遇見的 那隻母的 牧師潘西 那牧師潘西為台灣特有種 而且是二級寶玉類動物 我覺得這隻母蜥 比起公蜥 它的顏色比較沒有這麼的 對比強烈 而且它的頭好像也比較小 看起來比較可愛 是不是超漂亮的 路邊有一顆馬邊蘭耶 這是中海拔的 一個 現在春天會開的 地生蘭 長在地上的蘭瓜 因為好像它的花長得很像馬的邊 所以就叫馬邊蘭 有一隻春天才會出現的 小灰蝶叫做 鸞大巨灰蝶 這也是一年一世代的蝴蝶之一 雖然說它很小 然後 不怎麼起眼 這也是蠻可愛的 這也是蠻可愛的 春天的蝴蝶之一 鸞大巨灰蝶 哇飛走了 好漂亮的雙環鳳蝶 是中海拔的 才會出現的鳳蝶 要不要再去 去出現的蝴蝶 要不要再去出現了 是真的蝴蝶 是蝴蝶 有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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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車有車 好小喔 好可愛的 牧師噴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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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師噴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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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他不要被露殺 已經幫他安全的過馬路了 氣虛你好好長大 有一隻紫牌甲蝶 在河床 找地方吸水 在河床上 Oh my god 好可愛 天啊 怎麼這麼小 好大 超大的刺戀蛇 超大的 Oh my god 好肥 好肥好肥好肥 不要一直爬 我想拍你 好漂亮 好可愛喔 握手了握手了 這個 果甜的 就是你吃芒果的 我不知道欸 其實蠻漂亮的欸 蠻可愛的 天啊 廁所這裡也有一隻 紅木天蠶 而且是超新的 而且是超新的 真的超新欸 這也是一隻特有種的 天蠻鵝 不過低海拔 比較常見 這裡居然也見得到 喔喔喔 好新喔 紅木之所以 叫紅木 就是因為它的眼紋 是橘紅色的 這是偏橘的 而且好大喔 全新完美 超漂亮 是野生的鴛鴦欸 第一次看到野生的 好酷喔 嗨大家 我今天真的是 超級無敵豐收的 又看到了 超級新鮮 超漂亮超紅的 大眉文天蠶 然後還有一隻 紅木天蠶 然後 呃 台灣四天蛇看到兩隻 然後 牧師潘溪也看到兩隻 一隻 公的 然後一隻是小孩 然後四天蛇也是 一隻是大的 然後一隻是小的 然後反正就真的是 超開心 然後雙環公的母的也都有看到 然後也還有看到 升天鳳蝶 真的是 今天真的是 OMG啊 真的是 我已經無話可說了 我希望我沒有把我說 所有的今年的運氣都用在今天 因為我 我還要再繼續上山找蟲 今天真的太開心了 耶 還有 我們更新鮮的 油 臭 你